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华奖等重大赛事金奖获得者 共66名在京的中老青少四代胡锦演奏家 为观众带来了一首首蕴含民族精神和历史底蕴的经典音乐作品 我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是用二胡来独奏阿炳流传下来的三首乐曲之一的《听松》 应该说《听松》 现在所有官方的解释或者乐曲介绍 都是说作者在松树下睡着听松涛正正 从而听到了宋朝的宋 听宋 好像可以听到了岳飞抗金的这种故事 我就觉得松就是描写松树的高洁 也可以说表示说中国人或者中华民族的这个一种自己的一种风骨吧 中国胡锦艺术自中华历史与文化中走来已有千余年历史 是中国最具民族性代表性的乐器种类 音乐会上多种胡锦乐器悉数登场 马头琴独奏赞歌 京胡独奏夜深沉 二胡锦奏长城随响遥望片等 众多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 充分展示了中国胡锦的艺术魅力 这次我演奏了《蒙山以水情》 这首作品是根据民歌《遗蒙山小调》和歌曲《遗蒙颂》的主题来编创的 《我是山东人》 它是相音相情 觉得非常亲切 来表达对遗蒙精神的崇敬 对林仪这片热土和人民的热爱 二胡语乐队《蒙山以水情》 是于洪梅教授与青年作曲家李尚谦 于2021年编创的新作 作品旋律优美 气势宏大 表达了新时代遗蒙儿女艰苦创业 开拓奋进的好情 我们策划这场音乐会 是希望用我们手中传承了千年的古老乐器 用当代的审美和表达方式来呈现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粹和传承精神 也希望能够表达胡琴人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胡琴银千古 百年宋传承 七十余种乐器共同组成的胡琴家族 用亘古不息的音韵表达着中国腔调 一手手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旋律 吸引着一代代倾听者与传承者 弓弦勇华章胡琴名家汇翠音乐会 以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音乐作品 让有着千年历史的民族乐器传递时代精神 书写盛世华章 觉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震撼 我觉得特别好听 每一个人都拉得很好 我觉得那个胡琴更有共鸣 然后他声音然后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 这种曲子曲目带给我们的这种力量 以及这种精神 是我们光用语言难以表达出来的 感谢观看